一拍醒目啊 咱们书归正传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明正统十四年 哎那年按功力算的 应该是1449年 那这会儿 这大明朝的皇帝 正是这个英宗朱祁镇 这朱祁镇呢 我想啊 这个普天下的汉人呢 可能有多一半不喜欢他 说他呀 浩大喜功 又宠信太监 冒冒失失的出了京师去北伐 结果被这个蒙古瓦剌部的野先太师 就给逮着了 给这个大明朝啊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导致了这个北京城被围 才有了这个于谦 于少保的北京保卫战 实际上呢 咱们是按着正常的 这道历史的梁子来捋 如果您要是有时间呢 能坐下来细细的品味一下 明代的宫庄室 其实您就会发现 朱祁镇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哎我说的是个人魅力 那第一件事呢 就是说他能够说服内阁 短时间内啊 就能在北京城传出二十万人来 跟他北伐 当然了 对外号称是五十万人 其次呢 被野先带着了 咱们不能说呀 这个野先就是为了 拿住朱祁镇这个人质 来要挟大明朝 所以才不杀他 可是俨然的是啊 这野先把他 护到军中之后啊 好吃好喝好待成 是三日一大宴呢 这两日呢 就一小宴 不但呢 每日歌舞升平 这野先呢 还给他举行过 盛大的生日party 然后呢 还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这朱祁镇的个人魅力啊 哎 不光体现于此 不光征服了野先 还征服了野先的弟弟 伯燕天门 据说啊 这个朱祁镇后来被放回到明朝的时候 这伯燕天门和这个朱祁镇两个人抱头痛哭 那么很显然啊 如果这二人不是好基友的话 那就是好哥们 那这就能说明这个朱祁镇的全部魅力了吗 当然不是 您想啊 这朱祁镇呢 回到了大明朝以后 没几天的功夫 他兄弟就给了他一个太上皇兄的封号 把他关到了南宫 那有人说他通过独门之变再次取得了皇权 是因为啊 他被一些比有用心的人利用了 比如说这个宦官曹吉祥 武将张岳 文臣扬善 许斌 许有真 那么说这些人呢 还能围绕在这个太上皇兄的身边 那也足以能证明这朱祁镇的个人魅力 那咱们呢 接着讲咱们的故事 这段书算白饶 您要有兴趣啊 您往前倒倒 我记得咱们聊过这个独门之变 和这个土木宝之变 那里边啊 应该更细致一些 上文书咱们说到啊 这太监王振村的小皇帝朱祁镇 出了居庸棍领着二十万大军 对外宣称是五十万 前来平定这个瓦剌的入侵 那这会儿到哪了呀 这会儿啊 实际上应该是到了大同 他们来解大同之为 到了大同之后 他们才发现呢 其实这瓦剌人呢 还真不一定就是想入侵大明 他们完全就是为了抢夺资源 来打鼓草的 好些朋友都问我 说着一提到北方少数民族啊 就提到打鼓草这个词 打鼓草什么意思 这打鼓草啊 就是抢劫 这游牧民族呢 好像就是生性豪放 所以对手工业都不太重视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啊 主要得靠抢南边中原汉人的 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粮食缸一手啊 他大队人马过来了 替你把粮食收了 怎么着 你不乐意呀 那不乐意就是一个死呗 他们反正是快马弯刀 咔嚓一刀一个 不但把你们家粮食收走了 还得把你们家锅拔了 因为这锅呀 他们也不会做 所以说呢 无论是匈奴 后来的蒙古 女真最初的党像契丹 都管这个 跑到中原腹地来抢东西啊 叫打鼓草 那最有意思的呢 是党像人 这党像人不光抢东西 他们还抢孩子 男孩女孩都抢 是为了充斥自己的国民和军队 最不要脸的呢 就是后金女真人 咱们得说是后金女真人 他们都不含羞戴妹的说 这种行为叫打鼓草了 他们给这种行为 起了个直接的名字 就叫抢西边 那这个后金 他们的西边是哪啊 山海关以礼啊 大明朝啊 所以说他们管呢 进攻大明朝 就叫抢西边 那最傻帽的是什么人呢 是这帮那个 后金女真人的祖宗 这个金朝女真人 那对财富就已经几尽疯狂了 赤皇的东西啊 就往家抢 咱们讲过这个故宫石谷那集啊 您往前翻翻 那里边啊 咱们聊过这金朝人 是怎么抢东西的 哎 这野仙呢 来到这个北京城周围啊 进犯中原 实际上就是为了抢夺东西 他嘴上说的呀 挺厉害 又是报这个前朝的仇啊 又是这个要恢复大元国土啊 其实啊 他自己也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复国的能力没有啊 杀人的能力可有 这野仙一路以来啊 烧杀掠夺 最后留下的这些遗迹啊 别人看在眼里啊 怎么想不知道 反正是真把这个出征的太监 王振吓坏了 再加上他原来派到这军中 监军的那些太监 他的徒子徒孙 跑回来和他报告啊 跟他一说他更害怕了 这些个小太监 跟他一叙述 这个瓦了人的残暴啊 他算是真惊了 他觉得啊 不能咱这关外之地久待了 赶紧啊 往家跑吧 那家在哪啊 那有人说家在北京啊 不是 他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虽然害怕 往家要逃跑 在逃跑的这过程当中啊 这个那死太监呀 也要让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 从这个大同府啊 往北京走有两条路 那第一条路呢 这明朝大军呢 是怎么来怎么回去 从大同出来啊 哎 走宣霍府 进居庸关回北京 也就是啊 咱们现在大伙都知道的 那个巴德岭那条路 如果这以北京为中心说呀 这条路我叫北路 还有一条路呢 是走这个豫州 过非胡域 走紫金关 回到这个北京 那么走哪条路呢 说实话呀 这两条路啊 我都走过 我觉得呀 都差不多 可是王震的决定啊 哎 走西路 为什么呢 哎 他要路过他们的老家 他老家是哪啊 那会儿啊 叫这个豫州 现在叫豫县 那么说着王震 他为什么要回去呢 哎 王震呢 是想给自己长长脸 因为想当年 他离开这个豫州的时候 非常丢人 他是获罪呀 离开了豫州 跑到宫里 为了赎罪 才把自己自公之后 做了太监 他当太监那会儿 三十好几了 也就是说 他在这豫州城里呀 他既有家事啊 哎 连孩子都有 那他犯了什么错了呢 据说哎 这王震呢 最初我是豫州城里 现学的一个老师 哎 是有功名底子的 他是秀才出身 哎 他范小 少年呢 把这个现学里准备 修房子的银子呀 偷偷的给拿家去了 那就这样的 犯了案了 那那会儿的大明朝 谁当家呀 明宣宗朱瞻鸡 发号长春真人 提到这朱瞻鸡呢 咱们多聊两句 这朱瞻鸡呀 绝对是这大明朝 有名一代的君主里边啊 有见识 有学问 文涛武略的 这么一位君主 可是就因为三件事啊 这人在历史的名声 臭了 那第一件事呢 就是这朱瞻鸡 他与内阁不和 那您想想 这跟内阁不和呀 这内阁干的活 他就看不上 看不上就得自己干 一个人干整个内壳的活 那最后只有一条道 就是累死 那么为了不让自个儿累死 他就选了两条道 第一条啊 就是修炼丹药 长生不老 要不然为什么有个发号 叫长春真人呢 这第二条呢 就是重用太监 让太监帮着自己啊 哎 打理朝政 不过呢 这个大明朝的这个太祖 高皇帝朱元璋 早就说过呀 哎 这个太监是不能受到重用的 干政必死啊 并且呀 输了一块铁牌在宫里 凡太监干政者 必凌迟处死 这明宣宗这会儿啊 想重用太监都不行 因为这太监里边 没有识字的 所以呀 他就颁布了一条法律 说凡这民间呢 有识字念过书的人 犯了罪之后呢 如果愿意净身当太监 哎 就可以免死 哎 这王震呢 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件事呢 这朱瞻鸡有个爱好啊 斗区区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 这皇上爱好斗区区不算麻 总比那喜欢酒池肉林呢 露台美女要强得多 可是坏就坏菜在呀 后来到了清朝 有个山东人写了一本书啊 书名叫 《聊斋之义》 里边有一篇叫 《促之》 并且呢 把明宣宗这点爱好 无限的放大了 放大到啊 民不聊生的程度 这是其二 其三呢 就是敌人的宣传攻击 谁呀 哎 女真人 窃了大明朝国的后金女真 他们恨朱瞻鸡 因为朱瞻鸡也下过一刀令 他说呀 要针对这个后金女真人呢 要实行种族灭绝 原话是说呀 要灭其种类 那您想想这女真人能不厚她吗 到了后世的大清朝啊 在写什么关于明代的史书 一提到明宣宗朱瞻鸡都没好话 咱们这段小故事啊 就引出来这王镇是如何进攻的 而且呀 您也知道了 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豫州城 来显摆显摆自己今天的荣誉地位 那走吧 那回豫州吧 总之是逃跑 走哪条道都是逃跑 回到豫州啊 从皇上啊 到士兵还能休整几天 那么从那个大同到豫州多远呢 非常近 我觉得啊 要是行军的话 也就是三四天 可是呢 这大军呢 刚行军两天 这王镇就给叫停了 为什么呀 因为王镇他们家呀 在这个大军 从大同回豫州的必经之路上 那有人说不是好事吗 这王镇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不对 可是啊 这王镇想的可跟您不一样 他觉得这会儿啊 正是粮食成熟的季节 马上就要开连收割了 二十万大军 从自个儿家地里走过去 那还别说 今年粮食绝收了 就是明年想中地啊 都够呛 那怎么回事呢 那都不是土壤板结 那么点事了 那采阶是成大道了 这会儿王镇想明白了 咱们别跑回去 涂自己的虚荣面子了 保住自己家的千顷良田要紧 这大军的先头部队啊 差不多都到豫州了 这王镇一声令下 扭回头来 咱们还是走北路吧 从居庸关回去 这一南辕北辙 一下子就导致了大军疲累 士兵们怨气连天呢 一下子呀 就把这个本来不高的军气 直接就降到了冰点 那没办法呀 这主将一声令下 怎么改道吧 这大军呢 扭头又办了宣户府了 正统十四年的八月十四 这大军呢 可就来到这个倒霉的地方 叫土木堡 这土木堡啊 我也去过 现在呢 随着这个时代变迁呢 已经看不出什么地势地形来了 唯一能够让我出目惊心的就是 在土木堡的残垣断壁当中啊 有不少的人类的这个骸骨 到现在还随处可见 历历在目 大队人马呀 集结在土木堡之上 可就被野仙的部队给围住了 有人说是真围住了吗 这野仙的这三万部队怎么围这个二十万的明朝大军呢 哎 这以何种形式围呀 您别管 反正只要你突围 人家瓦剌人就抽你 一来抽啊 你还打不过 打不过呢 也就只能啊 往回归缩回土木堡 这就算呀 给你围住了 这围住的人不算吗 想办法突围呗 可是怕就怕在呀 这围还没突呢 这土木堡上啊 它没有水 这谱子里呀 倒是有一口井 二十万大军呢 一人拿手指都蘸一点 填填就给填没了 这井啊 就枯了 就这样啊 这瓦剌人在外的还用上计策了 说离谱不远呢 十几里处往南就有水源 这大军听了之后啊 还就信了往南突击 结果到南边十几里地以外 一看呢 水源都没有浮兵四起 到了15日 这瓦剌军冲上了明军 驻扎的土木堡这片沟地 这瓦剌军呢 如砍瓜切菜一般 明军如潮水一般就败去了啊 这王震呢 这王震呢 死在了军中 那是死在瓦剌人的手里吗 说实话 他真不配死在这个敌人的手里 他是被这个明朝将军秦忠啊 一锤给砸死了 正当这个瓦剌人打扫战场的时候 哎 有这么一对这个瓦剌兄弟啊 哎 二人都是小头目 就发现呢 在这个高岗最高处 一块青石板上啊 坐着一个年轻人 这人岁数不大呀 哎 可是留着三柳细然 微胖 面目清秀 头上啊 虽然没带着盔 发际高盘在头顶 身上啊 却穿着甲装 再看呢 这身打扮呢 帅了去了 这鱼头尾 潘甲韬啊 都是黄丝绒金线编的 身上穿着一套金甲 那说是真金的吗 当然不是了 六金的 这甲里边 穿着一件宝石兰的袍子 隐喻的能看见呢 掐金边 走金线 秀的是五爪金龙 下边是滚枯战靴呀 哎 腰里头还跨着一口宝剑 这剑没拔出来 也知道是一把宝剑 是一把好剑 为什么呀 金是劲金吞口 黄荣丝的短剑碎 这宝剑匣上欠的全是无瑕的美誉 这年轻人的望着一坐呀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表情 似笑非笑 似仇不仇的 看着这片狼藉的战场 身后头垂手啊 站着一名太监 身前边呢 哎 有两个持刀的锦衣卫 见着这瓦拉人冲过来了 这两名锦衣卫拔出刀来就冲上去了 三下五除二 人少自然干不过人多 就被这两名小头目带领的瓦拉兵给撂倒了 嘿 再看这坐在石头板上 这年轻人连眼皮都没抬 这俩蒙不头目啊 里边这凶的就生气了 抢不上前呢 就又抓这个年轻人 正当要抓没抓上的时候 这年轻人抬了抬眼皮 看了一眼 他说 如野心呼 这哥们吓一跳 他害怕呀 不是怕呀 这人怎么知道自己太师 自己大头领的名字呀 他是怕呀 这个年轻人 刚才就在眼前死了两名侍从 他怎么不害怕呢 这年轻人一看这瓦拉兵一发乱 他又问了 如野心帝 塞汉王 伯言天目而呼 好家伙 这年轻人上来之后 二话不说 先给这哥们来了三呼 这哥哥可就听出事来了 赶紧拦住了兄弟 就把这个伯言天目儿叫过来了 原来这二位呀 是这个伯言天目儿的手下 这伯言天目儿啊 上前一问才知道 感情这人呢 就是明英宗 朱祁镇 于是这伯言天目儿 赶紧把这明英宗 送到了野先的军前 到了下文说 这野先揪着明英宗 才要勒索 大明朝才有的 这少保余谦的北京 保卫战